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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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小侯爷吉言 谢小侯爷 听您的话呀 老汉我心里暖和 老汉我 行了行了 别暖和了 咱们还是赶紧接门神吧 我也看看到底怎么个接法 走 走 走 这是谁呀 神徒 大神仙哪 驱邪捉鬼 保佑宅院 不受妖捏的亲戚 万事安康啊 那这个呢 玉蕾 神徒的弟弟 兄弟俩都是保宅护院的神仙 都呲牙咧嘴的 没秦玉他爷爷看着亲戚 秦玉啊 也不知道上个月 托人给你烧去的球皮厂子 你收到了没 老天保佑 开了春吐蕾不要有异动才好 好让秦玉全虚全影的回来 就是我今年最大的心愿了 你看你弄这么多吃的干嘛 这不是浪费吗 你不说少弄点 你 这么乱说话 也不怕老子龙天天生气 祭奠晚就搬回家了 还不是家里吃 夫君肥香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刚才遇见你掐断了好几根呢 你说今天二女不来说不合适啊 这这这都是一家人不好吧 他来做什么 死里也进不了祖坟的 一天到晚就知道乱说话 来 陆军 陆军干嘛去啊 走 陆军也别问 干嘛去 早点回来啊 还要贴窗花呢 一会儿就回去 进去 认识吗 认识吗 这个呢 行了 这都是熟人了 喂 再过个七八十年呢 我 夫人 还有你 就变成这些牌牌了 都摆在这儿 傻样 干嘛呀 又不杀你 今天带你来就是混个了熟 有时候挣口气 怕什么呀 好好好 扶了你 不行了 扛不动了 我跟你说啊 其实我就是看不惯这些规矩 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就不能进祠堂 为什么就不能合葬啊 你生是我的人 死是我的鬼 算了 大过年呢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你明白吧 明白 谢过夫君 其实 合不合葬妾身并不在意 妾身在意的是夫君的心意 最近妾身长了不少 你看看吧 晚上看 少在这儿给我撑不起 这就是大慈安寺的终生 嗯 你干嘛去啊 这过了紫时就不让你出去了 找钱管家放爆肝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放 我还等着辞救营新呢 谁家这一手开门放爆肝啊 这门绳都在路上呢 开了门容易进不干净的东西 门绳怎么也不坚守岗位呢 都干嘛去了都 那什么时候放啊 等正眼十五啊 这不手碎的吗 等过了毛时啊 钱管家自然会开门放爆肝 平时也不见你看 这会儿倒凑热闹了 哎呀 服务局 你快帮我看看 那我们这死丫头 鬼精鬼精的 这丫头这奇数 快超越我了呀 不行啊 会颠发术了 输定了啊 我给你了 彩头夫君给吧 好好好 彩头 连同压岁钱一块给 给 够拜年 给这么多干嘛 一个铜板就够了 你糊涂了吧 这过春节哪有不给压岁钱呢 什么压岁钱啊 今天又不是春节 不是春节是什么 过年 今天是元旦 今天是元旦啊 你什么时候过春节啊 历春就是春节啊 夫君丢了记性 不会连这个也忘了吧 别跟压岁钱就处了 死丫头 快把压岁钱还我 还过来 还过来 快点还过来 在哪 夫君 李丹你好了 看看有无披露 夫人啊 这个 是不是写错了呀 这怎么会错呢 这兰岭公主 到咱家常来常往 又是先帝的女儿 夫君算起来 也还是人家的晚辈呢 这送一份过去 才合礼数嘛 既然夫君不愿意低个这个头 那就免了吧 只不过切身想啊 也不知道兰岭公主 如果真的收到这份名的时候 可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妈 新药是什么意思 那是送还是不送啊 合一了吧 那你按这个办吧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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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曹盛书也加上去 我跟他儿子老骨 关系不错 又是同僚 送点礼 你将来也好有个照应嘛 那是自然 对于夫君这点 千人还是很佩服的 自从夫君病好后 京城那些有身份的人 都爱跟咱家打交道 这过年啊 就有十几车礼品送来呢 都是京城的世家 那是 好 哎呀 夫君 不嫌脏 大过年的弄得灰头土脸子 哎呀 刚快一句就上头了 娘子啊 昨天 北夫给你演的那个诗句如何 哎呀 夫君 其实忙都忙死了 怎么会不上呢 你去这儿给二女厅吧 其实遇着前面派发礼品了啊 明珠头岸 生不逢时啊 夫君 哎 您怎么又回来了 其实忘了告诉你了 钱管家说山庄的园子修好了 问咱们什么时候过去 他好有个准备 这么快就修好了 对啊 都修好了 夫君定个日子吧 咱们过去住歇时日 嗯 那现在就去吧 二女 二女 别喊了 今天可走不了 这礼都没派出去呢 哦 那明天去 行啊 那就明天去吧 只要正月十五前赶回来就行 那你明天 二女 二女 奇怪啊 平时喊这丫头都是 啵的一下就出现了 今天怎么没啵呢 哎 算了 我去找她 你呀 先准备离单 啊 我 你别耽误这事就行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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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小侯爷 二女呢 回小侯爷 没见二夫人 没见 没见 二女 二女 二女呢 二女 看见二女了吗 小侯爷 行了 明白了 哎 你 你这个胡子 你 哎呀 怎么了 二女 坐这干嘛呀 多冷啊 谁欺负你了 我给你做主 我 fros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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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哥哥了 你想你的家人 我也想我的家人呢 夫君 切身好了 切身不想动 想趴在夫君怀里 二女啊 咱们老在这儿坐着也不是个事啊 不用去吧 要不然我 我拉你去院子里转转 你看 这虽然一片藏花外柳的 但也别有一番景致 那喝梅花呢 好不好 要不然为父给你做首诗 还真做啊 你先下来一下 免我腿都麻麻 麻的厉害吗 倒是不太厉害 要不咱们先回去吧 不行 还没做诗呢 好好好 坐坐坐 墙角树枝梅 凌寒独自开 腰看不是雪 唯有安襄来 都没有语气 这破丫头腰脚还挺多 抽你了 夫君 哭了一身汗 你闻闻臭不臭 臭 太臭了 快 我洗澡去啊 抱你回去吧 走 走 快 二女 去哪儿了这是 夫人 怎么了 这眼睛都红红的 刚才我带她去看梅花了 那个梅花红啊刺眼啊 她眼睛这样流泪 夫人找我 德昭兄来了 在前庭做了半赏 说是大年初二 专门来给她师父行礼的 这祠堂也去过了 就等着和夫君说话呢 说什么话呀 这个程德昭他怎么老来呀 没事就往我们家跑 我都快得豪门综合恐惧症了 走 紫花兄给你拜年了 郭年好 郭年好 幸亏德昭兄今天来了 要是明天来了 家里就没人了 怎么了 年少紫花兄要出门 是啊 那个庄子不是修好了吗 明天打算去看看 顺便住几天 紫花兄真是好福气啊 上次小弟在你那避难 在山庄上住得十分惬意 你看是不是什么时候在南山的附近 爷给小弟买个宅子 不过也没时间翻修了 不仅没有办法 与紫花兄同乐了 你买它干嘛 你要是这几天没什么事的话 就去我庄子上玩几天就是了 没事没事 爷爷该忙的已经忙完了 不过爷爷那 到时候紫花兄帮妈说上两句 我建议你啊 你就跟你爷爷实话实说吧 就说上我那玩几天 就你爷爷那脾气 他又真不想让你去 你找什么借口都没用啊 对 那小弟先回去了 明天一早在关道上等着你 说好了啊 好 说好了 这小子到底找我有没有事啊 小辉爷还有什么分数 还有摊盆 快 搬过来 摊盆 摊盆 上车了 去吧 来啊 打开 好了 糟了 小辉爷 您坐稳啊 前掙快 快快快 起车 小侯爷 小侯爷 前面不是打劫吧 小侯爷 小侯爷 走 老侯爷 怎么样 还顺利吧 你爷爷有没有难为你啊 没有 他说得特别豪迈 怎么说 他说啊 出去就比小回来了 真好风 对啊 南临沟主的马车 刚才也从那边进过 爷是往山庄去的 杰叔 你们走你们的啊 我们俩要走走 什么情况啊 长时间不练 确实不行 打的那套叫什么情况啊 真暖火啊 是啊 今天这鸡飞狗跳的啊 这山里边物资还真丰富啊 待会儿咱们去办法王兰丽公主啊 给他送几圈冰糖葫芦 一定很高兴啊 你去吧 这个马屁你拍就行了 我一会儿掉点鱼烤着吃 那我也不去 烤鱼中药 好好好 德昭兄刚才那招 真是插得鬼哭谁好啊 不过爷爷说了 成家的男人从小都得会插 干什么我求你 真是用生命在插呀 是吗 夫人 你们都到了啊 这是 德昭兄刚才用灵魂插了几条鱼 说一会儿我们要吃鱼啊 这天寒地冻的 也不怕掉到河里去 给夫人拿点衣服来 不用不用不用 你去 把栓子叫来 让它弄点柴火 一会儿我们烤着鱼吃 烤着吃 那还不如让厨房直接煮了得了呢 那怎么行 是啊 那怎么行 既然我们都有农家乐了 还不原生太医吧 就烤着吃嘛 夫人你别管了 你先去休息一下 一会儿我们弄好了啊你 去吧 选一条 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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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大 好好好 就它吧 嗯 这个味道真是让人欲罢不能 德昭兄的不着急 你知道什么急 我急得很啊 我也急得很啊 可是我们要等夫人啊 船子 来了 船长子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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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个给我均匀在撒在上面就行了 对 对 夫人 哎呀 你再不来鱼都要糊了快 大老爷这个鲤香味吧 这果然厉害 来 这个都差不多了 不 不不不 不 哎 你吃这个小子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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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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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叫什么孜然的这个玩意儿 味道真地道 嗯 嗯 嗯 好吃 一点也不信 还挺鲜美的 好吃你就多吃点 哎 早就 是不是咱们把公主一块叫过来享用了 啊 要不我给他送两条吧 这一共才几条啊 你能给他送几条我们吃什么呀 也是啊 那我给他插两块 狗爷 兰陵公主来了 怎么说曹曹曹的就到了 都知道你这张嘴真是 乌鸦嘴啊 你只要买彩票的话 兴许还能中这钱 哎 哎 生啊 哎 快拿个店给来的 来 好 小后院 哎 我把烂宁公主给领来了 哎呀哎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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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公主大家光临啊 您口中 好香啊 我是不是来的不凑巧 赶上你们吃饭了 没有 凑巧凑巧 要不然我也正打算把这些鱼 给您送过去呢 都坐吧 刚才他正说的给你送过去吧 想不到如此简单的烹饪方法 味道却这么美妙 又是子豪的主意吧 主意是子豪的 但这鱼是我弄的呀 也是我烤的 公主你要喜欢 我再给你插几条 不用不用了 已经很好了 谢谢 来来来 咱们再干一个 好 夫人 公主 这实在是让诸位见笑了 这把过年的饭都吃了 这会儿撑得厉害 实在是喝不下了 公主 其实也喝不下了 再喝就吐了 天色还早嘛 要不然咱们进屋再喝杯茶 茶也免了吧 我从城里刚过来 带了好多东西 正好回去收拾一下 也消消时 等晚上得空了 再来串门 哦 那 公主慢走 我就不送了 等了好长时间了 我先累了 上来一次 是啊 又睡了 真不怕怕 别摸人家这里 你先得养一会儿 怎么了 你这些什么感觉 少得意 说说 这几天是不是过得很惬意啊 那是相当惬意的 分了那么多红利 昨天又跟那边商量的 要准备修一下 我们家的花园 就是啊夫人 那是个大胖的侠子 那天我插鱼的时候 你跟夫人聊得怎么样 来 我们家夫人好像 对我们俩的事 有所察觉 但就是不说 是啊 开奏纸琢磨的时候 她就察觉了 可是 她好像对我们俩在一块 没有什么意义 对你一样也挺好的 还给拿你当歪人 但是我故意给她留好印象 自从那天在你怀里滚过以后 我就想清楚了 随你怎么折腾吧 等我老了 你看不上眼 常来说说话也是好 不 你这么说话 把我说得也太不识人了吧 那 我要是就这样想占你便宜的话 我还不早就办你就 把我怎么样 你别欺人太深啊 我可不是摩托小子 我毕竟就真要把你给他了 这 就会耍嘴皮 把那天的歌再唱一遍吧 那个吊吊好听 你唱 我给你搬我 给你唱 我就坐你怀里听 你抱紧点 这个姿势 我都穿不上了气 我怎么唱啊 就知道你今天心不在焉 那天 你心里就我一个人 今天还想着别人 我也真是 越活越回去了 明知道你心里没有我 还白白让你占便宜 哎 这事我得跟你说个说话 你别口口声声说我占你便宜行不行 我占你什么便宜 那天那个破裤腰带的事 已经够让我丢脸了 早知道我还 当初早就万你给办了 那天那个裤腰带 我今天还扎着 你要不然 再看看 别别别别 别别 我跟你说实在 早先啊 我这心里面还真 存了一点这样的问题 可是后来呢 每次一见到你 我就心里面特别踏实 特别舒服 这种想法就慢慢淡 那说明你心里已经流满了 比那些上来就想占便宜的 还可恨 你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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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豪一家来到了南山的庄园 休假之余 他还不忘与公主偷偷私会 真是个花心大萝卜 下一集里 王子豪与公主 因为造纸产品 市销价格的问题 闹出了矛盾 这两者可差着清白 你清白 你守身如玥 是我把你骚菜了 行吧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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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